身把体坛三层皮一针见气看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猪聊球 今天啊胖猪哥哥球兵呢 咱一起来聊一下中国女排 聊一下张长宁啊 为什么聊张长宁聊中国女排呢 因为在今天我们也是刚刚的收获了一个 非常重大的利好消息 那么这个好消息的带来呢 让中国女排在2020的东京奥运会上 是吧 有机会笑到最后拿到这个冠军奖杯 那么可以说在奥运会开打之前 目前中国女排也都在宁光 是吧 进行一个紧锣密鼓的备战之中 大家呢也都密切的关注着 这支中国女排的一个动向 郎平的这份东京奥运会的大名单里边 也一定是暗藏着玄机 而说到这份奥运大名单里边 咱说实在的 真正意义上 能够决定着中国女排 我们整体战斗力走势 甚至说决定着东京奥运会的 一个冠军走势的球员 说到哪几个球员呢 肯定就是球队的这几大核心 像朱婷 严宁 张长宁 对吧 这几大核心决定了我们中国女排 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的一个夺冠的前景 那么我们作为卫免冠军 今年肯定会遭遇一些欧美强敌的围剿 和成为众矢之地 但是呢 我们如何能够突出重围 来杀出一条血路呢 这几位核心 他们的状态的保证 是尤为关键的 那么同样 说到朱婷啊 像严宁这些老将 又是球队的老核心了 那么他们作为这支球队的老核心 他们深惊百战 对于这支球队来说 他们的贡献价值都是属于拔尖的 对吧 他们的状态 打这种大赛 基本上是不用担心的 但是呢 张昌宁这个点 说实话 此前在跟日本队 我们打那个奥运会的测试赛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张昌宁当时也是全场11次扣杀 只完成了一次的分 那么确实如此低迷的表现 后期呢 也是让郎平带他参加了 以替补球员为主的 这个前三周的女排世界联赛 当时就是为了让张昌宁赶紧的调整状态 能够看出张昌宁他总是在一些比赛中 会状态波动起伏比较大 那么这个点呢 如果说他能够一直保持一个 世界巨星级的表现的话 那么将会让中国女排 我们在奥运会夺精英的道路上 将会变得非常稳 但是如果说这个点 一直在奥运会上波动起伏 状态起起伏伏的话 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将会是一个雪上加上班的打击 将会让我们 在主攻这个点上失去一个强点 所以说呢 这个点成为了我们决定着 中国女排真正意义上 能否完成卫免的一个冠军增长点 如果这个点真的给打出来了 爆发出来了 那么中国女排我们的奥运 卫免还用担心吗 而且呢我们知道 张昌宁这个点 在女排世界联赛上 经过了这五周比赛的一个历练之后 他的状态 确实已经达到了一种爆棚的状态 包括在比赛中连续看下 36分37分的高分 连续刷新记录 这也能够看出张昌宁 他的状态给完全调动起来了 如此大方一彩的一个表现 也展现了他一个世界 一流主攻球员应有的一个水平 那么在女排世界联赛打完之后 我们也都知道 张昌宁也是接受了 相关媒体的一些专访 那么在专访过程中 有记者也是提问到了张昌宁 问了他 是否有计划在东京奥运会 结束之后 开启一个流洋的旅程呢 那么张昌宁的回答 也确实给了很多球迷 一个很大的惊喜 他也通过这个回答 宣布了自己 有可能即将开启一段 流洋旅程的一个决定 那么他也是表示 那么如果说在东京奥运会 结束之后有合适的机会的话 他会考虑去流洋的 那么当他做出了 这样一个决定之后 也就意味着 张昌宁在这一届 即将开打的东京奥运会上 他将会比任何人更加努力 更加珍惜场上的机会 他会比任何人 都更加上了场之后 有着更加强烈的表现的欲望 因为他需要通过 这一次的奥运会 努力的帮助中国女排 完成夺金未免 并且彰显 证明自己的个人价值之后 才有可能在东京奥运会 结束之后 来拿到一份来自于欧洲的一份大合同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能够看出 张昌宁在这一届 东京奥运会上 他这个点 一定会成为我们中国女排的 一个冠军增长点 成为我们 却在主攻位置上 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超级主攻 那么他一定会把自己的状态 保持得很好 尽他百分之二百的努力 去全力以赴 去帮助中国女排 去拼下这个奥运金牌 那么当张昌宁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 我们也在此必须要 恭喜中国女排 恭喜郎平 堪称是喜从天降 让中国女排 战斗力完成升级不说 还有机会在今年的奥运会上 我们笑到最后 拿到冠军 我们也是更期待着张昌宁 能够在这一届的奥运会上 有着非常惊艳的表现 能够去惊艳世界 并且在奥运会结束之后 能够拿到一份来自于欧洲的 大加码的一个报价合同 顺利的开启自己的流洋之旅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的 在天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那么本期的胖猪聊球 我们先聊到这 喜欢胖猪到别忘了点关注 胖猪玩 天天背景 聊聊球 职务一位 Zither Harp Zither Harp